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Today, I will be revealing intelligence, proving that Hamas uses hospitals as terror infrastructures. I repeat that Hamas uses hospitals as terror infrastructures. Hamas has turned hospitals into command and control centers and hideouts for Hamas terrorists and commanders. Additionally, I can confirm that according to the intelligence we have in our hands, there is fuel in hospitals in Gaza. I repeat, there is fuel in hospitals in Gaza. And Hamas is using it for its terror infrastructures. I think this is kind of execution for the occupation in order to target the hospital and to make more massacres, more slaughtered against our civilians in Gaza. 相对于哈马斯方面的极力否认, 以色列军方则是言之作作, 甚至公布熟悉医院内勤人士的录音档作为证据, 要哈马斯别再说谎了, 因为哈马斯自己人全都招了. 这段对话足以证明, 如果以色列要打进加萨城内, 将会面临许多难以掌握的变数, 第一个就是如何分辨哪些人是平民, 哪些人是哈马斯民兵。 以色列从过去的经验中发现, 哈马斯分子常常会隐身在人群中, 然后冷不防地采取武装攻击。 毕竟哈马斯崛起的过程, 就是采取神风式攻击巴士或咖啡馆开始, 逐渐从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小分支单位, 成长为激进的武装团体。 然后在2007年透过军事行动, 夺取加萨地区的控制权。 也就在这一年的前后, 哈马斯已经在加萨城区构筑地下通道。 起初修建这些地道的目的, 主要是方便哈马斯的海上走私活动, 顺便还能偷袭以色列部队。 正因为有地道的存在, 让以色列军方必须审慎评估进入加萨之后, 除了地面攻势之外, 还要怎么来打地道战。 现在,在阿尔的区域的区域, 是运动的速度和移动的区域, 进入地道的区域, 现在我们的区域是一极重的, 构附级的区域, 区域的区域, 已经有部队进入加萨城区 但是乙军并不会贸然执行地道战 原因很简单 首先被称为加萨地铁的哈马斯地下通道 被西方专家认为是继北韩以外 拥有规模最大 陷入纵横交错最复杂的地道之一 以色列学者统计了过去军方破坏 或封闭的哈马斯地道数量 换算出一个对以色列军队不太有利的数据 就是乙军对哈马斯所有地道的掌握情况 可能不到20% 以色列赖赫曼大学地下军事专家达芙尼教授分析 定期使用地道的哈马斯民兵 不但对四通巴达的地下通路撩弱指掌 更因为长期待在地面下 所以早已经适应地道里的生活 而且比以色列部队更熟悉如何在地道中生存下去 即便哈马斯民兵在和以色列部队正面交火时受了伤 也能很快转移到治疗室做紧急处理 光凭这一点就是以色列军方最为薄弱的一环 其次是哈马斯近年来在地道建设的功法上 和地道战斗技能的提升方面也有令人刮目相看之处 不说别的 就以近年来哈马斯民兵透过观摩叙利亚阿勒坡叛军的战术 以及摩索伊斯兰国圣战武装分子的行动 也学习到截然不同的观念 这些有别于以往的战斗知识 让哈马斯不再只是一支宗教狂热的乌合之众 而是有所训练的准军事团体 他使用这些地方为行动和控制 为攻击军事团体,发射爆炸,等等 它是在哈马斯里的区域 在哈马斯里的区域行动和控制的区域行动 这就是这些军事团体的军事团体 导入哈马斯里的区域行动 哈马斯里的区域行动 在哈马斯里的区域行动 哈马斯里的区域行动 哈马斯里的区域行动 从中的区域行动 意思是 从区域行动 你可以进入一个地区域行动 这会帮助你保护 而且地道战还有一手难攻的特色 就像打地鼠游戏一样 哈马斯民兵随时可以从不同的洞口 来到地面偷袭以色列部队 打了就跑 好让乙军摸不着头绪 而且他们还可以从周边的出入口 回到地道内重新补给 为下一次行动再做准备 达芙尼教授表示 即便乙军发现了入口处 也顺利进入到哈马斯的地道内 然而以色列部队将要面临的是 一个可能充满陷阱的陌生环境 只要判断乙军全数进入地道之后 这时候哈马斯就可以下令引爆这条地道 给予以色列部队一次致命性的打击 我们必须做它 因为我们没有任何选择 如果我们不做它 它们会破坏 但是军犬是以色列部队可以减轻风险的做法之一 军犬能够协助以军判断民兵在隧道内的行踪 避免在密集交错的隧道里迷失方向 除此之外 以色列也可以采用无人侦察车 描绘隧道内的环境并且标示出可能是陷阱的位置 甚至还能派出武装机器人打头阵 先瘫痪部分哈马斯的有声战力 再由精锐的特种部队指导哈马斯的主要指挥中心 运用擒贼先擒王的战略目标 延迟哈马斯的武装行动 也能减少乙军在地道战的损失 虽然这些方法都能为以色列如何执行地道战 提供一些参考方向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 在面对哈马斯这种善于地底活动的武装团体来说 以色列国防军如今势必要费点功夫 和对手好好较量一番 好了 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